《费与清的情音乐》 好久不见的叶倩文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 先为我们带来一首 《潇洒走一回》 我们来听叶倩文的演唱 天地悠悠过客 匆匆草起又草落 暗暗远远深思白头 既然难看透 红尘呀关关 诗诗呀清山聚散 终又是 留一半清醒 留一半醉 至少梦里有你醉醉 我那青春独明天 你用尽情换痴伤 岁月不知人间 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天地悠悠过客 匆匆草起又草落 温暗远远深思白头 既然难看透 红尘呀关关 诗诗呀清山聚散 终又是 留一半清醒 留一半醉 至少梦里有你醉醉 我那青春独明天 你用尽情换痴伤 你用尽情换痴伤 岁月不知人间 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Zither Harp 红尽情换痴伤 红尘呀关关痴痴呀清山聚散终又是 留一半清醒 留一半醉 留一半醉 至少梦里有你醉醉 至少梦里有你醉醉 我那青春独明天 你用尽情换痴伤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欢迎叶千文 谢谢 你好你好 今天能请到叶千文真的非常的开心 好久没见到你了 谢谢你请我 哎呀还是这么的漂亮 谢谢 你还是那么帅 叶千文大家都很羡慕 这个有这么一个标准高挑的身材 而且这些年来的作品 一录下来都非常的精彩 自己也回忆一下 所有的这些演出 不管是唱片 或者拍过的片子 给我们来做一个回顾一下 我非常感谢在台北 录了这个《潇洒走一回》 给我的事业一个很大的成绩 那我一直 一直这么多年来呢 每一个人在街上都记住 我这个《潇洒走一回》 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个歌 给了我的事业这么大的高潮 一直到今天 都有人记得我这首歌 所以非常谢谢 哎真是太客气了 这个从这个《潇洒走一回》 真的就跟观众也透露一个information 除了您细会演之外 歌声也是这么好 当然这个歌之后就接二连三的 还有很多的作品 不过你这个人好像做事大辣辣的 他常常 你帮我说 好好好 自己忙忙的事情啊 成绩很好 他也就是工作忙忙了以后 统统给忘了抛出脑后 太久了 我来给你如数佳珍一下 像你这个陈明代表作 还有像明月星 明月星这个歌在1993年 在台湾的金曲奖 得到最佳女演唱者 哇 这个也是个殊荣 记得当时太忙碌啊 还没有回来亲自领奖 那么再来像真心真爱过一生 还有永远 还有祝福 再来是烛光 还有观星等等 你看 你的歌我真的如数佳珍 你比较熟 所以我很谢谢你 来来来来 我真的觉得你的歌唱得非常好 谢谢谢谢 那么还有在电影方面呢 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电影方面 我一辈子只拍了20部电影 大概你们最熟悉的就是《刀马蛋》 《刀马蛋》 《刀马蛋》 或者我在台北拍了很多《红粉兵团》 对对对 《妻子狐狸》 那我想 如果要把这一二十部的片名再记起来 又给您出个难题了 就是 说到这个 我们今天真的请到了叶倩文 除了非常开心之外 也是非常的这个 很难得啊 在这个看资料的时候 发现一个叶倩文最早的一支广告 这广告片啊 那可能你十来岁的时候 接了第一支广告 其实那支广告 在当时还是响叮当的 那个品牌不错 对 我很开心接到那个广告 账了一点点钱 来 我们来回味一下 看看叶倩文当时那种 脸上还有稚气的感觉 一起来看看这段广告 回味一下 第二种 再来啊 再来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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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啊 我要味全的鲜果汁 因为果粒中含有水果纤维 即天然维他命C 新鲜营养 请你喝鲜果汁时 说清楚味全鲜果汁 味全鲜果汁 味全鲜果汁 Oh my God 好丑喔 怎么 怎么会有人请我拍广告 现在看到 那十来岁以前拍的广告 会觉得 自己的感觉 怎么样 我觉得很不会演戏 哈哈哈 就演得很差 那里了 我那个广告当时 我记得 花了很多本钱 因为广告POMO的 这可以说 大家家喻户晓 对啊 我在想 怎么会找 这么新的人 来拍个这么好的果汁 那里了 这个可见的广告上的 这个眼光啊 就觉得你这个潜力 还有你那种亲和力 应该谢谢她吗 而且这个健康的形象啊 一些非常亮丽啊 一头的这个 我总觉得你就是 从外国回来的一个女孩子啊 而且大家都知道 你的外文很好 最近外文有没有进步啊 没有 现在 现在三个都差 国语也不行 广东话也不行 英文也差 我说的外文等于是说 是华语了 哦 其实每次我们看到这个现场 还有时候录影 他唱现场 稍微自己用英文啊 把一些华语 你进步了 我学了七百 七百个单字 七百个单字 我现在很多字都看得懂 那也那太好了 我们这个节目啊 每次请到一些特别来宾啊 尤其你好久不见了 都想在一个钢琴的伴奏下 希望你再选一两首歌 让我们这个听听啊 你这个现场那个感觉 OK 而且叶曲文的现场能力很棒 嗯 这有点喉咙痛 太可惜 嗯 选了一首 曾经心疼好不好 哎哟好棒这个歌 曾经心疼 来个Key 歌曲 路上行人匆匆过 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 我只是个流着泪 走在大街上的陌生人 如今我对你来说 也只不过是个陌生人 看见我走在雨里 看见我走在雨里 你也不会再为我心疼 曾经心疼为何变成陌生 我只想要和你一起飞翔 管它地久天长 只有曾经拥有 我是真的这么想 曾经心疼为何变成陌生 爱情就像人生 不能从来这些道理我懂 可是真的面对 教我如何放得下 哎哟太好了太好了 哎哟真的 你这个现场能力 我觉得随时都可以 唱的我一声汗 随时可以贯唱片的 谢谢 真的音准又好 谢谢 而且里面还有这个 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歌手 自己的这种唱法跟韵味 要怎么样跟别人有辨识度 这叶倩文也是与生俱来的 你更厉害了 我记得常常有一些 曾经宏极一世的模仿节目 很多台湾歌手 都把你当做他的心中的偶像 很多人在模仿这个 早上说我要学叶倩文唱歌 哎呀真的有点 但是今天这个 除了他们有点像 碰到你本人了 我发现这个还真的有差一节的功力 你这本人唱起来真的跟唱片一模一样 今天碰到的叶倩文当面 我也想对您的歌曲 除了这个非常喜欢之外 也请您验收一下 我也很喜欢你一首歌 叫做《关心》 来个键好不好 我关上了心 却关不住你 思念像海浪般汹涌泛起 我回不去 想你的心 谁教我舍不得这段感情 我关上了心 却关不住你 思念像大雨般下个不停 却吸不去爱的记忆 人总是慢慢的学会忘记 爱才会继续 你声音好高哦 现丑了 这个歌跟你唱起来的话 我觉得你的韵味 你唱得比我好听 你的韵味更好 而且我觉得这种词意 就像刚刚讲的 背后的设计的人 尤其是制作人来讲 真的是太好了 来到现场 对对对 真就难 只是怪不得 你看在工作的时候 大家都配合在一起 默契怪不得十足 真的他们这些歌 拿捏这个人性 读会的情感 那些感伤或是无奈 写的真是扣扣到 这个人的心血里面 不过当然叶潜文的歌声 你很浪漫哦 你的歌声当然 在他们诠释下 他们也相当的难以啊 那么接着下来呢 那我们今天请到叶潜文 还想请您的多为我们 带来一首歌去好吗 好 我唱我以前有一首歌 叫《真心》 《真心》 这个歌也是好久没听到了 今天你亲自就在 我妹妹们唱 好 真是太好了 好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真心》 寒到了黎明 又怕让自己清醒 有多少未知的莫名委屈 要让我强忍着不能哭泣 我真的累了 累得想放弃逃避 逃避 逃回那不再有谁会在乎的过去 走过了风雨 在身上留下了痕迹 回想起这一千代感要紧 分不清该可悲还是欢喜 我真的累了 累得我无法继续 有谁能看见我那颗平凡 执着的心 为何我用真心做的梦 爱的人说的话没有人愿意相信 而一个小小的前提 只属于自己却如此遥不可及 我只想用真心做的梦 爱的人说些环境的面对命运 但这无奈的心情 我又能说给谁听 我只想用真心做的梦 走过了风雨 走过了风雨 在身上留下了痕迹 回想起这一切百感交集 分不清该可悲还是欢喜 我真的累了 累得我无法继续 有谁能看见我那颗平凡 执着的心 为何我用真心做的梦 爱的人说的话没有人愿意相信 而一个小小的前提 只属于自己却如此遥不可及 我只想用真心做的梦 爱的人说些环境的面对命运 但这无奈的心情 我又能说给谁听 为何我用真心做的梦 爱的人说的话没有人愿意相信 而一个小小的前提 只属于自己却如此遥不可及 我只想用真心做个梦 爱的人说些环境的面对命运 但这无奈的心情 我又能说给谁听 但这无奈的心情 我又能说给谁听 那已经是我的爱这门 你试着ere 今天这万人才爱 却从未开 帮你 有时候那个制作人很 接下来 岳倩文所带来的歌曲 是收录在新专辑当中 他重新诠释张信哲的 不要对他说 请您慢慢欣赏 选在清晨时分 走出你家的巷口 看着昨天操肩而过 为心悦的结果 问我到底告别了什么 当我失去你那严重 美丽的温柔 当你决定就此放手 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没有 剩下些什么 除了沉默 陪你告知初 把你看清楚 哭得累的你看来睡得好无骨 在你耳边轻轻说出最后的要求 不要对他说出一样的话 不要对他说 夜里会害怕 夜里会害怕 别说你多晚都会等他的电话 别说你只喜欢他送的玫瑰花 因为这些是我仅有三流的梦 你只喜欢他送的玫瑰花 走出你家的箱口 看著昨天擦肩而過 為熄滅的街燈 問我到底告別了什麼 當我失去你那眼中美麗的溫柔 當你決定就此放手 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沒有 剩下些什麼出了什麼 陪你到日出把你看清楚 哭得累的你看來睡得好無辜 在你耳邊急急說出最後的要求 不要對他說出一樣的話 不要對他說一樣的話語 不要對他說你總是耳得太猶豫 別說你最渴望他送掉玫瑰花 因為這些是我盡量 不要對他說 不要對他說一樣的話語 不要對他說一樣的話語 不要對他說你總是愛得太猶豫 別說你最渴望他能為你而淋浴 我願認受折磨 獨自去擁有 曾經的溫柔 淋浩 好聽的這首不要對他說 謝謝 這個歌我覺得觀眾跟我一樣 記得有這個印象 但是好像感覺 聽起來會像一首新歌呢 對 我這一次八首歌舊歌 我都是這樣做 每一首都是 我很小的時候就喜歡聽的 除了一首林依蓮的 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 因為林依蓮比我還要小 那我... 但是我一直非常欣賞林依蓮 因為我以前又在 另外一個唱片公司的時候 我聽到她那首歌 然後我覺得好好聽 我希望以後我也可以唱這種歌 然後我就選了這首 另外譬如不要對他說呢 我都是因為我非常尊重那些 之前寫歌曲的人或者是唱著 那我希望保持她的靈魂 然後只是給她一個新的包裝而已 有一點現代 讓現在的朋友聽的 也是覺得會好聽 希望他們覺得好聽 一定很好聽的 除了大家非常熟悉之外 你又在裡面用了一點心思 有一種新的表情 新的表達 說到這張最新的專輯唱片 大家等了很久 你們選了很多歌 剛才你們的曲目 好像都是耳熟能詳的一些 對 我自己喜歡聽的時候 我小時候喜歡聽 而且我覺得很特別 譬如我最喜歡的一首是 《未來的主人王》 但是大家都不喜歡那首 大家不看 結果妳卻非常喜歡 就是我剛好 因為我很欣賞羅大佑 妳喜歡的意思 我覺得她以前 我覺得她 我小時候聽 不是小時候也不太小 我跟她差不多是 然後差不多 我聽她的歌的時候呢 我覺得她寫的東西 都是非常未來的 是 《未來的主人王》呢 我覺得她寫的歌詞呢 她有講到 她說或許有一天 人家會記得我這個古老的歌曲 然後她有講到 以後我們的未來會變得 千萬小心不要變成電腦兒童 那我們現在她講的話 都變成真的 都實現了 所以我非常喜歡她的歌詞 我覺得非常的好 那我希望她會喜歡 我改變的那個感覺 裡面的曲風呢 像大家很熟悉的 像我知道呀 《用心良苦》 《童年》 就是張愛家的 童年也是羅大佑的 對 也是羅大佑的 還有《未來的主人翁》 《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 還有《蘭花草》 還呀 還有《但是又何奈》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 蔡太青這樣晃啊晃啊晃 這裡頭歌也算是一種 很討厭的 包羅萬象啊 說了《蘭花草》 好久沒人唱這個歌了 這是當年這個 校園民歌的一個 非常具代表的 來個Key 好不好 你來唱 我們來回味一下 我從山中來 帶著蘭花草 種在校園中 希望花開燥 一日看三回 看到花是過 蘭花卻一涼 能抱也無一個 這個歌 這可能是二十多年前的一首歌曲 對 但是這次我把它變成 你要踩腳的 這麼說有點節奏感 有節奏的 對 這個是很奧妙的 當這個在錄音室裡頭 歌手們怎麼講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什麼一些 個人的特殊示好 是否要關了燈 還是要在灌植的路程當中 有的人喜歡 抽一個半根菸 你從我錄音的時候 對 錄音的時候 有的人喜歡喝一點 稍微一點 小酒喝了覺得血液 非常的活絡 然後聲音就很柔軟 你有沒有什麼個人的特殊 我沒有 我走進去就燙了 來了 大家來 快點 快點 有的人喜歡鞋子脫掉 在黑暗的當中覺得屬下非常輕鬆 那我真的一點習慣都沒有 都沒有啊 我只要趕快吃一個飯 哎呀 那你是很好帶的歌手 但是我有時候 那個製作人很煩我 因為我一進去錄 我就不想出來 他們就沒有飯吃 就是 那麼進度快不快呢 平均一首歌 你大概要花多少時間 差不多 這次差不多 如果進去三點鐘 咪咪摸摸的話 然後差不多四點多唱 可以完成一首 都可以 反正一天一定要完成一首 一首 一定要完成一首我才能出來 對 這一首歌我覺得 除了上廁所啊這些 我覺得一首還不錯 這算是很細心的 真的有的時候太趕 一個晚上這個做出個兩三首 恐怕到日後聽起來 覺得有一點不太 不盡理想的這樣招了 就是因為 怎麼講 這個幹活幹得太快也不好 我可以試過 一首是最標準 我可以 我最常三天錄一首 哦 好 那才磨歌了 不過這個 聽到你這個 這張專輯唱片裡面的內容 觀眾朋友除了對這些歌很親切之外 有些聽到 一些我講的 你們有新的表情 這些舊的旋律裡面 由他的帶領之下 我想一定有另外一番的風情展現啊 我希望 希望你們會去 希望你們會喜歡 最主要 那麼最近在新的一年裡有沒有一些自己有拍片的計畫 沒有 我很久沒有拍戲了 這個跟我不能熬過十二點鐘有關係 生活是這麼正常的啊 對 我真的很正常 真的不太像藝人 對 藝人都是天不亮不睡的 對 對 對 現在我發現全部的年輕人都是 我現在要錄音的話 一定要三點之後 我以前錄音都是十一點開始 早上十一點 那現在人家問我 十一點鐘 哦 是不是晚上十一點開始 我說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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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的 對 但是因為製作人都是這樣的 那我要等他們起來了我才能錄 所以我先去打球 我早上六點鐘起來去打高爾夫球 哎呦 好健康哦 然後打完了我就去錄音 哎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不管是鏡頭上 還是我這麼近距離啊 發現你眼睛啊黑白分明啊 哦 這就叫生活調戲得非常正常啊 太好了 眼睛是紅的現在 對了 那有這麼好的一個消息要告訴我們 那接著下來 我們真的要迫不及待 要聽聽葉倩文 最新專輯上面的這歌曲 來給我們介紹一首 這首歌很特別 因為我的先生的兒子 叫Alex 那上一次他去年十八歲 然後他到我們香港來玩 然後我第一次是跟他見面 沒有跟他的妹妹一起的 然後大概跟他在一起 現在他也大了成熟了 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在一起 那當時他度完家要走的時候 很想他 然後很想他 然後我問我的朋友怎麼搞的 怎麼會 怎麼會這麼睡不著覺這樣子 他們說哦 你做了媽媽了 你知道媽媽是怎麼感覺 我說哦 怎麼那麼難過這樣子 然後當時候 他們要有這首歌要寫歌詞 那我就打一個電話給 劉宇瑞 馬克 我說你可不可以幫我寫 我的感覺出來 我說因為我很想我的這個兒子 我說可不可以 你幫我寫那個感覺 然後我就告訴他我的感覺 他就寫了一個很有 很有感受的歌 所以妳一看 哎呀 非常的跟妳內心的感覺 貼起來 對對對 一模一樣 他真的寫得很好 所以我很喜歡這首歌 很喜歡這首歌 聽妳這麼一講 我們覺得聽在這個過程 在聽這個歌我想一定更有感覺 這個歌的歌名叫 《愛的可能》是吧 嗯 好 我們一起欣賞一二千文 最新專輯的這首歌 《愛的可能》 你出現我身邊 像個奇蹟發生 沒想到會是你 讓我如此失魂 我心中的感覺 是這樣陌生 快樂的牽掛 在相聚的每一份 曾以為我見過 所有愛的可能 這一刻才明亮 我有多麼天真 想給妳全世界 一刻我都不願等 想要妳的心 卻怕不能成真 因為妳有妳的人生 我有我的旅程 在前方還要跟著妳的人 妳會哭 會笑 會愛 會傷身 妳會不會 敲我的馬 雖然妳對我的認真 我也感動萬分 妳總就不是屬於我的人 但記得在妳孤單的時候 我會伸出雙手 我會是妳朋友到永久 曾以為我見過 所有愛的可能 這一刻才明亮 我有多麼天真 想給妳全世界 一刻我都不願等 想要妳的心 卻怕不能成真 因為妳有妳的人生 我有我的旅程 在前方還要等著妳的人 妳會哭 會笑 會愛 會傷身 妳會不會 敲我的馬 雖然妳對我的認真 我也感動萬分 妳總就不是屬於我的人 但記得在妳孤單的時候 我會伸出雙手 我會是妳朋友到永久 因為妳有妳的人生 我有我的旅程 在前方還要等著妳的人生 妳會哭 會笑 會愛 會傷身 妳會不會 敲我的馬 妳會不會 敲我的馬 妳會不會 敲我的馬 雖然妳對我的認真 我也感動萬分 妳總就不是屬於我的馬 但記得在妳孤單的時候 我會伸出雙手 我會是妳朋友到永久 我會不會 敲我的馬 廣告之後 這一群的傾傾唱 小哥和黃韻玲即將帶我們一同回味 許多令人難忘的兒童歌謠 不要轉黑 稍後馬上回來 妹妹陪著羊娃娃 走到花園來看花 那還有什麼 被雨清的請音樂 歡迎收看《青青唱》這個單元 今天我想跟小玲聊一下 有關於兒歌 尤其小玲要帶小寶寶的時候 會不會常常需要一些兒童的音樂 來哄她睡覺 對啊 因為兒歌真的有時候 你自己在唱的時候 會想到自己小時候 嘩嘩嘩嘩唱給你聽的感覺 然後我自己非常喜歡的一個兒歌 聽起來是蠻成熟的 我們聽聽看 去年我回來 你們剛穿新年袍 今年我來看你們 今年我來看你們 你們變胖又變高 你們可記得 每個兒歌 只一個花邊戀破 花開不愁美顏色 我把樹葉都染紅 西風的話 真的小玲不愧是 可能從小就對這個音樂 她就會喜歡跟她的一方面的修養 所以喜歡的兒歌 也覺得我們聽起來挺有深度的 這個兒歌真的跟其他兒歌不太一樣 好像有一點對那個時光 跟成長的都感嘆 那麼一般我們常聽到的兒歌 當然好像針對小朋友 譬如說什麼 哥哥爸爸真偉大 名譽找我家 這是大家常聽的 妹妹背著洋娃娃 走到花園來看花 還有什麼 滴答答滴答答 我會吹喇叭 我會吹喇叭 娃娃娃娃也出來走走走 我以為是我們那個年代的小朋友 沒想到原來我們也是有一點接近 小哥 小哥往往開始 起車嘟嘟嘟嘟嘟 現在小朋友好像 因為這個媒體非常的發達 所以可能就不太一樣 甚至於流行的音樂 對現在的小朋友來講 將來成長可能都是他們的記憶 對 現在的小朋友 唱的就跟我們以前不一樣 現在都是唱 想要 想要 我快要受不了 現在的小朋友 流行又跟我們不一樣 這真的 說到這個 每個時期的兒歌都不太一樣 加上將來的資訊 怎麼樣的轉變 可能這個童年 對他們影響相當深遠的 對 那像小哥 自己的喜歡的兒歌裡面 有沒有哪一首是印象最深刻 說到我小朋友的時候 我也是跟小玲 有點相似之處 我也有一點早熟 而且還帶一點多愁善感 像你聽這個西風的話 就很有感覺 我記得在學校交唱的時候 有首歌叫送別 我就覺得 裡面有一點意思 好像是我小小心靈裡面 不太能夠完全體會 吸收的 總以為送別這個歌 好像一定要在 跟同學告別 大家到另外一個層面 比如說畢業典禮的時候 來唱這個 可是到真的長大 才發現 一研究這個詞曲 原來是為出家人 紅衣大師 主持他的手筆 原來他這個歌裡面 有一些對人生的感嘆 光陰的逝去 還有周遭珍惜所有 珍惜當下等等 朋友相聚 皆是緣分 現在反而了解這個歌 真正的含義 所以這個歌 反而倒是我心目中覺得 在兒歌裡面 算是非常深奧的 也許我們那個時候 不能完全體會 不過現在提到這個歌 今天在介紹 這一類歌曲的時候 我想唱這個歌 倒挺有意思 很有意義的 我們一起來回味這首 當年 也許也是您小孩的時候 聽到的這首歌 送別 唱蹄外 古道邊 芳草碧蓮田 晚風風流的深藏 西陽山外山 天之涯 地之交 指交 指交般凌落 一壺桌 酒精於花 今宵別夢寒 唱蹄外山 唱蹄外山 燒光事流無跡 今日卻翻倦 禮格一曲送別離 相互缺一意 聚随后别随悲 时时看万为 来日后会相遇起 启启抹沉 今天小哥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当年由黄英所演唱的秋风 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小哥所诠释起来的不同韵文 秋风吹起落叶飘彷徨的我徘徊在十字街口上 是对是错我不知道 我的命运它是否在作弄我 蓝色的海洋不平静 我的心情也像海浪一样冬落 是爱是恨我不知道 过去的事 真是叫我忘不了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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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来来来来来 帏 großes 归来吧 帖你的爱 晋阳 西夏 断川 mae 你为何在 偏要 蓝色的海洋不平静 我的心情也像海浪一样动漫 是爱是恨我不知道 过去的事真是叫我忘不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 回来吧甜蜜的爱 夕阳夕下断床热 你为何在天涯 蓝色的海洋不平静 我的心情也像海浪一样动漫 是爱是恨我不知道 过去的事真是叫我忘不了 背影轻的情乐 值得一听再听的好歌